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日 抵折的萬迷追蹤節目 今晚有一場亂賽杯的四強賽事 我們將會坐下心臨 今早跟大家交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很久沒跟大家講轉會的消息 所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們最新的轉會有什麼傳聞 不過老實說 今個轉會的確比較靜一點 但其中一件事很重要 很多朋友都問 加拿大組續約的最新消息是怎樣 根據Ferbicio Romano較早前的YouTube影片 所說 加拿大組續約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不過有一點 詳情我估計可能是人工方面 或者是約的年份方面 要再談多一點 應該就沒什麼大問題 遲些就應該會有好消息 所以各位朋友 不需要太擔心 雖然之前的傳聞就說 加拿大組可能 被其他球會有一點吸引 但是 正如我之前給他一個意見 說真的 你在萬聯踢到起了 出了名在萬聯都是必然正選 沒有你不行的時候 然後才去一些他更加可能未來想去的球會 一去到就拿到一個正選位置 一去到還有一個年輕球員要爭 其實是爭很遠的 所以我估計加拿大組也有這樣的想法 希望他在萬聯真的可以成賽 成為我們的必然正選 到時了 萬聯再跟你談 不過就算是現在這張約 據聞都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 萬聯主要來說都是保護自己的資產 因為始終所謂的球員都是球會的資產 好 另外亦都說一下 這個一月轉會槍 究竟有什麼 什麼時候結束 有什麼情況 BBC就做了一個 不是總結 不過做一個暫時的 一個summary 其實都我覺得挺有趣的 首先來講 轉會槍什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1月31號 的 11點 11點 當地時間 英國時間11點 大家要留意 那麼 還有 轉了會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代表新的球會上陣呢 就是 那個比賽是之前 的一個中午時間 例如Trowsett 剛剛講一次 所以他可以對萬聯的時候上陣 蘇格蘭就 遲英格蘭一個小時 都是31號 不過就 午夜 11點59分 而這個在歐洲來說 都是在1月31號 都是在1月31號 不過時間上就不一樣的 德甲是5點 伊甲是7點 西甲是11點 發甲是11點59分 全部都是 當然 跟轉會槍還有一些傳聞 包括什麼呢 包括 賓菲加 那方面的 Elon Fernandez 事件表現相當出色 車路士仍然在搞 另外 白禮頓 的 Caseido 這個也有傳聞 全國萬聯 也是在跟車路士傳 Ju Bellingham 也有少許傳聞 不過機會就小了 另外 好阿頓的Anthony Gordon 也有傳聞 劉卡瑞對他有興趣的 還有 有些什麼 這個轉會槍 一些大 一些大的轉會發生了 當然 跟我們有關的 就是Cesina 離開萬聯 另外 新摩迪 也去了車路士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 Maduka Bedershire 和Jao Felix 全部都去了車路士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導 因為車路士這個轉會槍 他們用什麼方法 可以平衡到公平財政條例 就是 簽了很長的合約 令到他們的轉會費 可以 從很多年攤分 以往來講 你簽了三年或五年 就攤分三年或五年 但這次車路士運用的技巧 就是 攤分了很多年 簽了很長的約 不知為何 球員又肯了 所以他們的轉會費 可以攤分得很長 好像歐洲主義已經預備改例 將來 最長只能攤分五年 就不能讓他們玩這個 技巧 所以 都是那句 轉會槍就越來越嚴謹 你想說 博大帽 經過財政公平條例 就只會越來越困難 另外 當然 阿仙奴也簽了 Trosset 剛才所說 也簽了中英球員 叫Kilor 另外 列斯聯 也 簽了賀芬咸的前鋒 利物浦也簽了家鋒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相關 或者比較相關的 金國轉會槍的 相關事宜 另外 Deloyne這家公司就說 他們估計 在這個轉會槍 整個英超已經用了 4億 4千 萬英磅 轉會 所以 真的是一個 不小的數目 回到我們萬聯 暫時來說 我們的轉會是兩單 一個後備門將 韋賀斯 大家可能原本覺得是一個後備 多一點的前鋒 但現在已經連續兩場打正選 所以 萬聯來說 在這個轉會槍 Tana就說 我們需要有些創意 很可能還有一個 球員簽回來 但也可能會比較遲 Ferbicio Romano 也說了這件事 Ferbicio Romano 可能有last minute 而Tana就說 我們要creative一點 當然 我想大家很希望 或者現在最 迫切性 應該是正前鋒 所以 現在這一節的後段 也跟大家說少少 我們正前鋒的 可能人選有多少個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究竟除了這幾個之外 大家有沒有心水人選 以及 在冬季轉會槍 只是1月31日前 究竟 我們如果還有簽到一個球員 那個是誰 以及什麼位置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Ferbicio Romano 在Give me sport 曾經說 其實現在來說 這位球員 Mohammer Kildos 沒有跟萬聯 Kildos 沒有跟萬聯有任何的 談 但萬聯一定有 傳球探 去看他們 但其實 起碼四、五間英超球會 都有傳球探 所以這位在世界表現相當出色 亦在踢阿籍斯的 Mohammer Kildos 會不會有機會 其實你不能夠抹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始終 他就是阿籍斯的球員 所以 他的踢法上高 肯定 阿籍斯對他 比較容易 他短時間 Feed來萬聯 亦有機會 還有經過下季轉門窗 我們都知道 只要萬聯 要多洗 阿籍斯通常都願意放人 不過 萬聯能不能夠多洗 這正正就是 問題的癥結所在 OK 下一位 也傳了很久的澳市民 拿波里的前鋒 當然他的表現在 尼甲相當出色 亦直接 令到拿波里的成績相當之好 但是 這位 德甲的 轉會專家 Florian Plattisburg 亦是Sky Sports 德國那方面 就說 萬聯 已經 原本來講 是一個最高的 希望可以做到的 轉會 但現在 可能將 緊要性 抗低了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拿波里 想起碼超過 一億 歐羅才會有得談 大家都知道 萬聯現在的財政狀況 雖然都不是 很差的 但是 始終在財政公民條例 剛剛洗了兩億多 上一個轉會槍 所以是不是有那麼多 來源可以簽到一個 一億以上的 球員呢 這個就是大家要 考慮的元素 都是那句的 究竟這個澳市民 不是 來到英超 需不需要時間 適應 以及他 和坦克的打法 是不是真的那麼合 這個都上代證實 但起碼 在錢方面 就會令到我們有一點 卻步 所以根據 Florian 所說 我們都會繼續關注這位球員 但不是一個最高的 需求 即管看看 事情發生到底是怎樣 好 接著很多朋友都討論 就是哈里簡尼 會不會來萬聯呢 我曾經聽過一位巴友的分析 都相相有趣 因為英超前列的球隊來說 大部分 都基本上有一個 都必然是正選的正前鋒 所以來說 其實 英超的其他球會要哈里簡尼 就不是那麼大機會 再加上 車路士和 阿仙奴都是倫敦的 敵對球會 哈里簡尼去他們的 轉去會他們那裡的機會 比較未有 尤其是阿仙奴 也不太可能 阿仙奴也未必會 用大錢買一個熱刺的前鋒 所以 例如看黃馬巴塞 亦都是 未必需要的 所以 巴友的結論 其實都很大機會是萬聯和 拜仁茂尼克之爭 因為拜仁茂尼克的確有傳過 以萬哈里簡尼 還有 拜仁茂尼克始終 在今屆來講的一個轉接期 成績來講 都是OK 但是 未必是他們想有的更好的 水準 始終他們一直都比較上 沒有一個 自從 去巴塞的球員走完之後 其實他們都在找一個正前鋒 但是 站在哈里簡尼的立場 現在有些 相反的傳聞 有些傳聞 有些傳聞 可能會再跟熱刺續約 另外一些傳聞 由於熱刺的情況 現在跟 乾地的情況 未有明朗化 未必會肯跟他續約 所以 哈里簡尼自己本人亦都在說 現在來講 時間上早 說真的 亦都沒有怎樣談過這件事 即是說續約 所以我肯定 大家都會在未來幾個月再再談 我現在只是集中 我現在的球傑 希望為球隊做到最好的 大家都知道 2018年 他跟熱刺簽了一張很長的合約 六年的合約 當時來說 大家都覺得 哈里簡尼可能真的不會走 但是 一年 多前 這個 萬成想簽的事件 亦都發生了 差一點 就已經搞定了 結果Daniel Levy最終 行使了否決權 當時來說 最重要的人 就是哈里簡尼的兄弟 Charlie Cain 亦都是他的經理人 當時來說 很多朋友說他們做得不夠好 或者 很多時候 做法上功不夠周長 令到 萬成轉會失敗了 所以現在來講 整個哈里簡尼的陣形 基本上都盡量 少講為妙 所以哈里簡尼的心裏 想著怎樣 或者接下來 下個轉會槍 因為他跟熱刺的合約 只剩下一年多 是時間要考慮的 暫時都沒有一個定數 雖然都只剩下一年多的合約 但是 熱刺從來 都是難搞的 Daniel Levy 始終 明知道你是 想要他的球員的話 總有辦法扭到多一點 所以 要簽哈里簡尼的轉會費 肯定也不會太少 正如剛才所講 萬聯是不是 有那麼多錢用 還有始終哈里簡尼已經是30歲 會不會用那麼多資源 去擺一個 始終 即是是即食的 老實講 但是 究竟用得多少年 的一個前鋒球員 因為 說真的再轉回會出去 應該是沒有多少轉會費 所以這個 站著一個投資的立場 未必是一個 好的 純粹投資 即是錢方面的投資 當然 如果哈里簡尼來到萬聯 的確 我相信一定會幫到手 因為始終他有英超經免 另外 萬聯也領先 拜仁一個小資的情況 就是 哈里簡尼一直 根據報導 很想破 英格蘭頂級聯賽的入球記錄 其實如果他留在英超的話 他就繼續在這個機會 如果他其他聯賽的話 就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這個也是萬聯有些優勢 正所謂 第一件事 第一個問題 大家要回答 究竟哈里簡尼 是否真是很適合萬聯 有沒有其他更年輕的 前鋒 適合 第二就是 就算他真是很適合 我們值不值得 花那麼多資源在他那裏 我自己覺得 其中一個都很重要的原因 包括 包括 哈里簡尼 或者是 歐斯文 甚至 Kutis 都是我們來 有沒有這個歐聯的資格 說真的 之前我也不太認同 尤其是 雲甲和 費Sir的年代 前四代表什麼 又不是錦標 但問題是 現在已經是一個 約定續成 如果你沒有前四 換句話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沒有歐聯這個舞台 很多球員 的確是 卻步 也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也是 你不是應該說如果你覺得自己夠勁的話你應該是帶領著球隊 拿到歐聯資格或者帶領錦標的 但是 也有很多客觀的環境或者是時而勢逆的 老實說 我覺得現在的足球比起十幾年前 就更加講求這個整體性 一個天才球員 可以影響到整隊球 或者拿到尤其是聯賽的錦標 或者聯賽的成績 其實很小 因為你一個天才球員 不是場地打得完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好打問 由於我們現在著重了更加多的整體性 每個球員對於一隊球隊的最重要的影響 其實相對來說比以前就小了 也因為這樣 我也明白 球員為什麼會選擇有歐聯舞台的球隊 多於自己想著可以把球隊的成績提升 去拿到一個歐聯資格或者拿到錦標 我想時代是不同了 我也明白這一點 所以也沒有辦法 要改變了這個想法 歐聯資格的確對著匯槍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說多一點 除了歐聯資格或者財錢之外之類 其實領隊都是極之重要 因為馬天尼斯這位中堅球員 為什麼 選擇了曼聯 不選擇阿仙奴呢 他的經理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正正因為坦克在曼聯 他認識 坦克 也知道他的打法是怎樣 也有 信坦克 所以 他先從曼聯和阿仙奴兩隊裡面 選擇了曼聯 所以 我們現在的領隊 正如我剛才的 昨天的 拍打法角度都說了 其實你看到他在管理方面 做得相當出色 在足球方面 尤其是英超經驗方面 仍然需要提升 但是 除了歐聯資格之外 坦克也會一定程度上 幫我們吸引到球員 但是 在現在這一刻 可能只是限制了一點 他吸引到的球員 跟他合作過 或者在荷甲踢過的球員 會比較吸引到 所以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說過 我們現在的轉回槍 好像比較限制多一點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我們拿到歐聯資格之後 和曼聯今年 拿回一定程式的時候 除了 坦克能夠吸引到 除了 何格或教育局的球員 亦能夠吸引到更多 有水準的球員 其實是雙負雙城的 除了我們想要多點 不同類型的球員之外 其實 我們吸引到什麼球員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OK 最後昨天本來 打算第二節有機會 做亨利這件事 由於沒有時間 今天既然講開轉會 亦有時間 做亨利這件事 亨利說什麼呢 在我們對阿仙奴的場合結束後 他就好像在CBS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我當然啦 阿仙奴贏了我是開心的 但是 SORRY 他們在下半場的表現 是值得贏這一場球的 但是 曼聯 真的在坦克帶領之下 有很大的分別 我需要比較老實地說 我是坦克的一個 很大的粉絲 他是一個領隊 我當時 拉波塔 巴塞的會長 在朗爐高聞被炒之後 我曾經提議 巴塞請坦拉卡 他說今天我們看到一隊球隊 已經 3年 還有另一隊球隊的對手 只是6個月 還有 一隊球隊 有整個星期休息 而另一個球隊 只有兩天休息 曼聯 和阿仙奴 在這場比賽 絕對打成軍勢 這件事 令到我非常驚奇 因為 我原本就以為 阿仙奴應該比較容易 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 進攻多一點 保持曼聯 而曼聯會洩跌 但原來我就錯了 曼聯 尤其是上半場 控制球賽 甚至控制得比阿仙奴 他就說 如果你比坦克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的時間 最重要的是 各方面都支持他 尤其是轉會方面 絕對曼聯會成為一個很強的勢力 我不是不尊重阿菲sir 不過如果 坦克能夠在曼聯 這件事都做得對的話 他們肯定會 踢的進攻足球 會比 貝sir帶領的曼聯 更加有 觀賞性 以上就是 亨利說的話 說真的 很多曼聯球迷 包括我們很多巴友 WhatsApp Group的朋友 都覺得亨利真的說得好 我始終要說一件事 亨利這個球員 我覺得 說話是很有技巧的 這段影片我看完之後有幾個感覺 第一 他當然 一方面 他又不想得罪阿仙奴球迷 而另一方面 他一定程度上 是說些話給曼聯球迷聽 但是 他給曼聯球迷 其實有兩重的意義 或者有兩個 暗底類的說法 第一 我都很相信 他是忠意坦達這個領隊 這個我沒用之疑 也 客觀地說了一些元素 這場球 其實曼聯 是一個劣勢上高 老實說 如果這些說話是曼聯球迷 或者曼聯相關的人士說 就會被人說是藉口 由於亨利 理論上和曼聯有什麼關係 甚至乎是阿仙奴的名宿 他說這件事 曼聯球迷 一定會覺得適合 但是 暗馬隊裏 他都說了一件事 其實 在貶低 我們 就是什麼 通常我告訴你 如果我聽到一些英文媒體 他一說那句 No disrespect 我不是不尊重 哪一個 或者我不是不尊重哪一隊球隊 說真的 即是他說的話 就有一點點不尊重 剛才我都說過 他其中最尾那一段 說了一句 我不是不尊重費Sir 不過如果 坦克 在曼聯做得對的話 他會比 費Sir踢的足球 更加有觀賞性 更加有侵略性 或者進攻性 其實一定程度上 始終就告訴大家 費Sir 的足球 不是很attractive 這件事我就聽到了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所以 一些說話很有技巧 語言藝術很厲害的人 就會首先說一些你對聽的 然後 明時暗時也好 就會說一些 你未必那麼對聽的 但問題是 你聽了一些對聽的 感覺上 好像這個人說話很對聽 不覺不覺 被他滲入了一些 可能你原本未必那麼對聽的 這個 我覺得亨利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他很久以前一直都是 其實他做人很圓滑的 亦都有技巧 老實 如果他在足球方面 即是教足球 踢球 很厲害 如果他在教球方面 那個技術方面 可以繼續去 做好一點的話 其實他都會是一個 很好的領隊 不過暫時我看到 亨利和蘇斯克齊一樣 做人就做得好 但在教球方面 就真的暫時都未夠班了 老實實 以上就是我聽了 亨利這件事 一個很強的感覺 可能和你們有些不同的 無論如何 這次就到這 謝謝各位收看 拜拜